本年階段時間 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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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是一個國學 進入中國以後呢 他必須適合中國的一個國情 給一些文化傳統 他才能夠傳播紮訓嘛 這也是他要在中國生存 必須適應的環境了 就是社會環境 政治環境 人物環境 这些都要适应了 那中国当时 他在西汉的时候进入的时候 中国当时有自己的文化领域信仰的 有五行学术啊 这些术术啊 还有一些占卜啊 天文术术 这些方面就比较发达了 西汉那这一块呢 就是还有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这一块 就是在中国的政治 在仕途就是说 王国贵仇这一块是占足到地位 他要去在中国立足 他必须跟这些人去交流 然后呢 你不能以印度的那些知识面 跟一个学儒家文化的人 你必须用儒家的俗语 儒家的观点来去解释 阐述我的观点 那包括佛经的翻译里边 也很多的是儒家 就是在儒家文化里边 很有能力的人 给他支笔去操协 所以他的用词上 慢慢的就是进入的时候 佛道儒开始 三家就会核问题了 基布萨就封不出来 因为 其实任何一个文化 就是人在传播 你不是说他自己在走 那人是最主要的元素 那人 那中国传播佛学的人 就是学儒家文化的 学道教文化的 他去传播佛学 特别也是以这个文化 以这个角度去传 而且到这个万法归宗吧 我认为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我们写撇开宗教这一块 比如说 他的智慧 从我这么多年去说 我认为 他的智慧是 在宇宙里边 或者是地球上 是一个代表 很高层面的一个智慧 那这种智慧呢 已经在他的阐述 或者他的 整个的方法 发明从不同的角度 已经达到一个 很完善的角度了 其他的 比如儒家呢 或者什么 比如儒家是说 人道的东西的 那更多做人 做君子怎么做 齐家治国 平天下 那些的 那道教呢 他要有个长生不老 修到 羽化登仙的位置 那他从有我的角度 最后达到一个 长生不老 那佛学其实 他一起步就是无我的 无我最后达到一个 羽道合一 就是说 合余道吧 但是儒家文化 比如道教 他从有我 到最后的 羽化登仙的时候 他会发现 他最终也要突破自我 突破这个长生不老 进入不生不面的境界 这个时候已经 会归到佛学 就是说最高的 他总会统领 这些不同层面 不能说很多东西 我觉得底下是错的 只是说 哪个说得更圆满 对 说得更圆满呢 一定会 同色底下的 这些万法归宗 就归到最后了 对 所以最终 肯定会合一 去任何一个 的文化理学 到最后都会 合为 最后走到到 最后的那种 对 那你把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要是归到最高点的话 没有东西 不是取消于他 对 只是水里 他更近而已 就是这样 所以 三个合一 是很正常 嗯 如果你问我 只是说 我修释迦牟尼佛的 佛的佛 但是我经 所有的宗派都涉链 不看 汉传的 包括很多宗派 包括灶蜜的 包括桃蜜啊 不看 当你看到 你把他认定 那叫释迦牟尼 那他已经对你起作用 嗯 是 因为你的认知 就决定 他已经有 你认定 你当你头脑一认定 那关于释迦牟尼的 所有的信息 已经在你头脑 他已经对你作用 对 所以还要 你认识新世纪 动静的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